欢迎来到风铃漫谈,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,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,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,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。 今年是龙年,今年出生的孩子鼠龙。龙是什么东西?有人看过真正的龙吗?没有。 遥远的东方有条龙,它的名字叫中国。我们都是龙的传人,这首歌曾经唱遍华夏大地。 但是,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龙的来历与演化?龙究竟是什么东西? 对于这两个问题,加拿大华裔地质学教授姬绍成曾发表论文,从地质学的角度大胆地提出新的看法。 他认为龙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图腾,是中华古人对山河自然的崇拜。 不同的民族崇拜不同的图腾。 例如,美国的图腾是鹰,刻在美国的国徽上。 鹰是凶猛的食肉动物,高悬天空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铺石地面上的其他动物。 俄罗斯的图腾是北极熊。 在冰雪的原野,北极熊是最强大的动物。 英国的图腾是狮子。 力量大,速度快,百兽之亡。 法国人的图腾是大公鸡,凭着三寸不烂之蛇和漂亮的头冠,也能好吃好喝。 用老虎做图腾的国家有巴西和马来西亚,不过巴西的是美洲虎,而马来西亚的是马来虎。 用狮子做图腾的国家除了英国外,还有阿根廷、墨西哥、哥伦比亚、委内瑞拉、缅甸和斯里兰卡。 印度人的图腾是大象。 其他民族借用人类见过的动物做图腾,唯独我们中华民族用谁也没有见过的龙作为图腾。 或者说,龙是想象中的实际并不存在的一种动物。 考古学家曾在辽宁复兴县发泄一条长约19.7米,宽近2米,用红褐色石块堆砌而成的龙形堆塑,据说距今已经8000多年。 此龙,杨首张口,弯腰弓背,尾部若隐若现。 内蒙古敖汉七星龙蛙还出土过距今达七,8000年的陶气龙文,陕西宝基北首领遗址,出土过距今达七千年的彩陶细景平龙文, 河南浦阳西水坡,出土过距今六千四百多年磅塑龙文等。 龙,确确实实是中国的图腾象征,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以龙子龙孙自居。 那么,龙究竟是什么东西,如何演化而来? 东汉时,许慎的说文解字,对龙的解释是,龙,灵虫之掌,能幽能鸣,能细能聚,能短能长,春分而登天,秋分而浅渊。 三国演义,在《主九论英雄》的部分,曹操说,龙能大能小,能生能瘾,大则星云土物,小则引戒藏行,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,引则潜伏于波涛之内。 方金春深,龙诚实变化,由人得志而纵横四海,龙之唯物可比士之英雄。 龙图腾的原形是什么?观点各异,有人说龙的原形是蛇、蜥蜴、鳄鱼、马、河马、恐龙,甚至妇女肚子里的胚胎等动物,还有人认为龙的原形是北斗星、云、红、闪电、松树等。 但是,加拿大华裔地质学教授姬绍成在其论文中则认为,龙的原形是山系和水系。 张光直说,在商周之早期,神话中动物的功能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集神的世界之沟通上。 在远古,生产力的低下,人们对自然科学无知不解,缺少上高山,深山的道路和交通工具,更无通信设备和地理定位与定向设备,如罗盘和GPS,一无火枪等护身武器,那时候野兽很多,更无登山的合适工具和舒适的服装。 所以,只能望山兴探,可望而不可及。 所以,诗经,小雅中有句话,高山养旨,景航行旨。 汉代大儒正玄柱姐说,古人有高德者则牧养之,有明行者则而行之。 宋代大儒朱熹柱姐说,养,沾望也,景行,大道也。 高山则可养,景行则可行。 一个是汉儒,一个是宋儒,两人说法如此不同。 我认为,还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一文中说的对,高山养旨,景航行旨。 虽不能置,然心向往之。 我个人的解释是,山高虽可养,但可望不可及,若能登上顶峰,则可欣然观赏美景,然后无路可行,可惜可叹,只能心向往之。 但是,山给人的印象毕竟太深了。 山炼,连绵起伏,风鸾叠仗,气势雄伟壮观,不可遏制。 山脉,走向转折,自然如惯。 摇看群山,目皆神尺。 山谷,怪石临寻,曲折迂回,百流汇集,从上而下,奔流不息,浩浩荡荡,汹涌澎湃,大浪淘沙,气势威武。 山上,草木逢生,飞禽走兽,蓬勃灵动。 山路,四季更庄,春天百花争艳,夏天茂盛青绿,秋天红叶遍布,冬天冰封雪飘,银庄素果。 金,墨,水,火,土,五行,哪样不是来自山的恩赐? 金是金属,乃山里矿产,木是森林植被,水是河川,火是坚硬之石,几石取火。 土是石头,风化产物,没有土壤植物,就无处生根。 相对生命短暂的人类,山真是长生不老。 人们梦想能像山脉一样长寿,然而,人的生命是脆弱的,地震时,山上飞来一块小小的滚石,就会夺取人的生命。 人类多么梦想能像大山一样强壮雄伟。 潮湿的热空气遇到寒冷的高山,化成云水雾矮,环绕耸风,更增加山脉的神秘,缺失科学知识的远古人们。 自然就会把山看成能幽能明,能细能聚,能短能长,那样神秘莫测的变化之物,而且见首不见尾,起伏顿跌,驱闪伸缩。 山脉既可以飞上天空,即一经尚所说的飞龙在天,也可以潜于水底,即一经尚所说的海底乾隆。 龙,神通天地。 来自山顶的乌云引发雷鸣电闪,陡降暴雨,远古人们就把山脉看成是能星云作雨,呼风唤雨,掌管雷电的大理神。 于是,远古的中华人把山脉选为他们崇拜的对象,即图腾。 甲骨文的龙字,就是象形地画了一个弯弯的山脉,山间还有可以耕种的盆地。 风水学上也把山脉,山谷组合的弯曲,转折,分裂,伸展等气势与形态抽象成龙,把延绵走向,由脊梁的山脉说成龙脉,土为龙肉,石为龙骨,草木为龙林。 这些记录于古说《皇帝宅经》之中,暗山脉的走向与大小分为大甘龙和小甘龙,大之龙和小之龙。 暗出现的区域分为山野之龙,平野之龙,平地之龙。 据山脉的起伏形态,分龙九种,回龙,藤龙,降龙,生龙,飞龙,卧龙,引龙,出阳龙,和群龙。 风水学还把对山脉的旗指,走向,形态,气势的考察,称之为蜜龙,巡龙捉脉,巡龙望式。 用现代科学术语说,就是地理,地质灾害预测和土壤农业等方面的考察。 把那些主山脉前后左右,均有环户山,土厚水好,玉草茂林,景色宜人的山间盆地, 作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风水宝地,及聚气藏气的好地方。 因为那里山体稳定,少有地质灾害,土壤湿厚而肥沃,水质清明未干。 看看中国古代的山水化,就知道啥是龙脉。 龙学,正如托名为王维的《山水诀》所说, 主风最宜高耸,克山虚势奔驱,回报处僧舍可安,水路边人家可治。 古人依风水则居,还要看山的坡脚,需要树层,取其事后,这样才能子孙旺盛。 当代,有人对这样浅显的道理倒不注意了。 在土地紧张的山区,如四川龙门山地区建房子,乡镇常挖掉山坡脚,建楼造房,一遇地震,泥石流等地质灾害,居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。 因为,山体失去坡脚,就失去稳定性,这样的悲剧在四川地震灾区常常发生。 由此可见,中华土腾,龙,就是山脉河谷。 把山河作为崇拜的对象,对农耕和狩猎社会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。 相比西方国家崇拜的飞禽走兽,例如柴、狼、虎、豹、熊、皮、鹰,要实在地多,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功利性亦由此可见一斑。 游山系、水系演变而来的龙的图腾,后来被中国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逐渐变形、篡改。 他传达,隐喻和象征的概念已越来越神圣。 无论在奴隶社会,还是封建社会,统治者们都希望自己能像群山那样长寿, 像高山一样威仪,像山脉一样霸气庞然, 对臣民有予取予夺的绝对权威,让臣民对其高山仰旨, 皇帝是真龙天子,他的独断专行便是天经地义的君临天下。 达官贵人屈炎富士,大上龙尾, 也鸡犬升天。 百姓必须苟且偷生,匍匐在地,成为子民, 并对龙恩感激涕零。 于是,一场连绵几千年的造龙运动开始了, 统治阶级就将龙与权威对应起来, 龙成为皇家的专用标志, 皇帝的东西就叫龙岩、龙体、龙袍。 易造的怪物龙被世世代代歌颂着, 也使龙脱离了原先山系、水系和崇拜自然的本意。 在中华文化中,龙被统治者篡改为自身绝对地位的精神符号, 在民众无意识的层面施展着无声的精神统设霸权。 追溯龙图腾的起源,令人深思。 中华民族从山河自然崇拜演变到绝对权力的崇拜, 究竟是耻辱还是光荣,不言而喻。 地质早被推翻,皇帝不复存在, 现在该是恢复龙脊山河本意的时候了。 把中华民族基础文化血脉中敬畏自然,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 即天人同构,天人合一的内在精髓挖掘出来, 发扬光大才是正道。